謝謝主持人 監察人 宋主席 馬主席 親愛的國人同胞 大家晚安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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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飽 吃飽 今天是最後一場的政見發表會 在最後的時刻 讓我們把選戰過程中 所有的文宣 口號 廣告 還有這些紛紛擾擾 都暫時忘掉 讓我們回歸到民主的本質 冷靜的想一想 這一次的選舉 對我們自己 還有對台灣的意義 究竟是在哪裡呢 我要請大家問自己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那就是過去的四年 你過得好不好 這才是民主的本質 選舉的意義 四年一次的投票 就是檢驗過去四年的機會 當然也是改變未來的一個機會 這四年 人民究竟過得好不好 最後一次的政見會 我希望跟國人同胞 一起來思考這個問題 這次的選舉 馬總統再一次的喊出 台灣向前行 但是 我們必須很坦誠的說 過去的四年 台灣並沒有向前行 反而是停滯不前 甚至倒退 我們的生活水準在倒退 物價上漲 薪水 卻倒退到十三年前的水準 肥教的價格在上漲 農家所得 卻一直在下降 房租在上漲 大學畢業生的體薪 卻只有更少 台灣的產業競爭力 也在倒退 傳統產業和中小企業 一直在苦撐待變 而高科技的產業 也面臨半個世紀以來 最寒冷的冬天 員工最害怕的無薪假 現在已經超過一萬三千人 我們的社會公平 也在倒退 這幾年貧富差距擴大 連中產階級 都要面對貧窮化的問題 城鄉差距也一直在擴大 大台北的房價 漲上了錢 但是出了台北市 到處可以看到房屋和店面 張貼著出租和出售的紅紙 還有司法正義的倒退 恐龍法官和審判不公的案件 持續還在發生 還有新聞自由和民主人權的倒退 越是接近選舉 政府對於媒體的控制 和行政體系的公器適用 就是越來越嚴重 過去三年多 對於馬總統施政不滿意的人 遠遠超過滿意的人 馬政府執政的失敗 絕對不是在野黨的批評 而是台灣人民多數的共識 最近我們看到很多大企業的老闆 花錢買一系列的廣告 來支持馬總統 這一點我們一點都不介意 因為這些企業 有來自政府的壓力 也有來自中國的壓力 也有來自中國的壓力 也許企業主也私下的告訴我 他們這麼做有不得已的苦衷 馬總統經常說要把餅做大 但是實際上這幾年 做大的是大財團的餅 小市民和薪水階級的飯碗 卻是越來越小 馬政府不斷地打安定牌 但是對人民而言 什麼是安定呢 安定應該是工作穩定 三餐溫飽 安定應該是社會和諧 公平正義 安定應該是政府有能力 也懂得傾聽民意 也能夠化解社會的分歧 這三年多以來 政府的資源分配不公 只是以政治計算 和個人利益為考量 不重視公平 不照顧人民 這才是不安定的根源 如果只是在中國的壓力 跟財團的呼籲下 讓台灣被迫接受 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 這不會帶來安定 反而是社會紛擾的開始 蔡英文會讓大家有工作 讓產業有緣景 讓政府的資源公平分配 我會傾聽大家的聲音 凝聚社會的共識 和大家一起來面對 未來最艱困的挑戰 這是蔡英文的承諾 這是蔡英文所要帶給人民的安定 這是真正的安定 過去四年 馬政府的無能帶給人民 很大的失望跟痛苦 政府會無能 最關鍵的原因 是在於國家領導人 缺乏核心價值 面對劇烈變動的內外環境 失去了施政的方向感 以至於讓國家需好停滯不前 我帶領民進黨 花費了將近兩年的時間 提出十年政綱 目的就是要導正國家發展的方向 打造出一個有能的政府 十年政綱所揭示的核心價值 是民主 人本 永續 公平 正義 也是臺灣面對挑戰的努力方向 民進黨重返執政 將根據十年政綱 全面啟動國家的發展 維持政法會中 提出一系列的社會經濟的政策 包括加速建構長期照顧體系 公共托育 社會住宅 全面免是入學的十二年國教 非自用住宅交易 實價課稅 產業創新和升級 發展在地經濟及創造在地的就業 國土規劃 國土富裕 2025非核家園 財政改革 司法改革等等 我也提出以臺灣價值為核心的兩岸政策 以及化解社會對立的國家正統主張 這些都是為了體現十年政綱的核心價值 打造未來十年的臺灣的願景 在我的心目中 十年後的臺灣的圖像 是一個不畏懼大風大浪 創新有活力的經濟 是一個不再分地域階級 永續而公益的社會 是一個不再有意識形態 包容而團結的國家 每一個人只要肯努力 就可以有穩定 有尊嚴的工作 有創業的機會 有持續增加的收入 年輕人可以在地教育 在地就業 在地發展 老年人可以安心退休 在地救養 在地照護 中年人不需要擔心兒女的未來 不必優利年老的父母 沒有人照顧 人民安居樂園 鄉土永續發展 多元價值受到尊重 民主人權受到保障 走出台灣 受到國際社會看重 面對中國 不會成為另外一個香港 這樣台灣的願景 絕對不是一個脫離現實的理想國 而是一個有能力的政府 應該給人民的承諾 未來 蔡英文會秉持十年政綱 打造出有核心價值 有方向感的有能政府 為人民創造幸福的願景 現在 我要再請我們的國人同胞 再想一想 我們選舉要比的是什麼 選舉要比的 不是誰最有錢做廣告 否則只有黨產最多的政黨 才會有機會勝選 選舉要比的 不是誰能動員國家機器 來贏得選舉 選舉要比的 也不是誰的背後 有超級的助選員 陳萬水女士和周美青女士 受到國人的喜愛 也證明了女性是安定的力量 但是未來的四年 要治理國家的是總統自己 負責任的也是總統自己 選舉要比的是誰可以帶來改變 誰最能夠解決問題 如果總統四年做不好 政見都跳票還可以連任 那麼再四年也不會做得好 政見一樣會跳票 現在我要再請國人同胞 再思考一次剛才的問題 過去的四年 你過得好不好 如果我們希望未來要更好 1月14號 我們必須做出一個決定 台灣必須要改變 做不好的人必須下台反省 未來的執政的人 才會全力以赴 親愛的國人同胞 1月14號 讓我們把未來的方向找回來 把前進的動力找回來 把人民對政治的信賴 全部找回來 謝謝大家